那这里面 那这里面学问到了 那你就是 旋律手弹旋律还是拍子 旋律拍子都要照顾到 因为你只有一台棋 所以你拍子要照顾到 旋律要照顾到 如果你帮人家伴奏 你就弹和弦 就是当你伴奏的时候 你是以拍子为主 你偶尔加点音 可是当你在建座的时候 你势必要把旋律传出来了 你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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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手的话就是看你的功力 你通常功力不够的话 我就是你一只手就弹 一只手一直单指神功就可以 对不对 也是一样 那你慢慢的你可以用和弦的音 最起码大家都用双音在弹 双音弹的时候你就要牵涉到和弦 插音的时候 那一切一切归到和弦来 你要对和弦要很熟 熟 所以为什么要